今天就來帶大家去吃吃看這幾家 台北最強蛋餅 竹甲魚 它的整個魚香味 整個就是超級濃厚 我覺得裡面最有特色 我最期待的應該是蒼蠅頭 今天放在蛋餅裡面 我有點嚇到 欸 它XX是給了整個份量 其實比較少看到甜的蛋餅 獅子頭蛋餅 但我不相信是罐頭肉啦 只是我說它味道很像 希望你不要把它夾在它的蛋餅裡面 就是全東西最好吃蛋餅 我覺得好多 它還有公粉 皮膚跟起司 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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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喔 大家好 這邊是超強四列啦 在我們的亞洲美食文化裡面呢 不可或缺的元素就是 餅 那就在我們台灣也有非常多的餅 燒餅 蔥油餅 胡椒餅 以及老闆最愛的 花大餅 還有就是每一個人 早餐 宵夜 都一定吃過的 蛋餅 我覺得台灣的蛋餅密度 應該跟SEVEN有得拼 你只要在任何早餐店 基本上都吃得到 那我最近爬了一些底卡文 還有翻IG 發現了非常多 神奇的口袋名單 今天你吃貨模式 起座 今天就來帶大家去吃吃看這幾家 台北最強蛋餅 OK Let's go 今天第一間來到了板橋區的夜半生意食堂 第一間就先來下個馬威 這邊其實它有非常多不同口味的蛋餅 有一些口味都還蠻獨特的 那我們就一起去看看吧 我們今天點了兩份蛋餅 但分別是竹甲魚蛋餅跟 Gokura焦雞 一上菜的時候 那個竹甲魚它的整個魚香味 整個都是超級濃厚 超香 而且它有點像烤那種柳葉魚的感覺 開動了 它裡面還有夾那個蠻多的蘿蔔泥 是不是就是柳葉魚啊 因為它吃起來完全一模一樣 就是那種炸柳葉的感覺 只是它沒有那麼多的魚卵就吃了 覺得很屌 因為它又是炸的 你知道嗎 就是炸柳葉的魚 就是整個整個雞 啪啪啪啪 這一道真的很讚 再來吃第二個是 菇皮辣椒雞 從外觀上也是超級明顯 可以直接看到菇皮辣椒本人在裡面 它其實蠻辣的 它就是那種慢慢散發出來 甜甜的辣椒汁 雖然我感覺它們的餅品是同一款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一份比較脆 然後其實從它表面上面看得比較帥 就是它蠻焦的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吃這種比較焦一點的 它是咬下去有軟有脆 雞肉比較像是那種 薰雞三明治裡面會出現那種小雞肉 我覺得用這個肉的好處就是 它不會去太強過 菇皮辣椒的光彩 所以我覺得這個Match蠻OK的 兩種口味我都覺得很厲害 很難超越怎麼辦 我會分別給豬家魚4.6分 然後菇皮辣椒4.4 低一點點不夠 還是蠻好吃的 尤其是喜歡吃辣椒的人 那我們今天來試吃的三個口味 是地瓜 蒼蠅頭 起司香菇 我覺得裡面最有特色 我最期待的應該是蒼蠅頭 它才是一種台菜 今天放在蛋餅裡面我有點嚇到 不過其實它的感覺都算是安全牌 畢竟有是 早餐的菇 對 菇的那種 Omlet也有 然後地瓜甜的 其實比較少看到甜的蛋餅 先來吃安全牌 喔 好吃啊 完全是一個 喝的這個早餐 有氣質 有蒙古 可以吃這個 為什麼很激素 嗯 天不會特別突出什麼的 就是 嗯 嗯 好 可以吃 3.5半 終歸終局了 接下來地瓜爛餅 欸 它地瓜也是給了這個份量 我愛超 哇 嗯 哇 好吃喔 其實我必須說 因為它的地瓜餡材是有點過多 蛋跟餅的存在感稍微清不出來 那它有什麼火腿嗎 喔 可以火腿耶 嗯 火腿 那我吃一塊沒有耶 那一塊的火腿 而且老闆特別送你那塊 這樣子的搭配其實蠻酷的 因為 我覺得你單吃它的時候 它是鐵神的醋 因為餅跟蛋本身它的屬性 就是取決於那個食材 它的自己的味道 你要把它當甜點吃 也OK 你要把它沾 醬油光吃 欸 又變另外一種感覺 又甜又鹹 我吃完甜甜鹹鹹 4.2 再來下一個 蒼丁豆腐 豆豉跟那個 哦 應該是酒上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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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微微辣 酒在睡覺 非常閃的肉末 一找來點重口味的話 去吃這個 又辣 又久 那基於本人個人呢 我真的很喜歡吃辣的緣故 所以我會給它的4.6 嗯 好 那我們就 下一家見 好 那我們今天來吃的這兩道呢 是我覺得個人覺得啦 它的包餡比較厲害一點的 就是這個 吃裡頭蛋餅 以及一個 因為我們這幾天呢 長期沒有服用 煙圍 所以呢 我們就點了這個 蔬菜蛋餅 欸 它的料 這個不是蛋餅耶 我覺得 超越蛋餅 它料理也太多了吧 現在吃一口蔬菜 嗯 嗯 它一定要玩出來嗎 它包得沒有到 好好 嗯 它體格是 有點過厚 會有點難一點 嗯 感覺是我們這種 有些綁牙的人 不是很非常有蛋 吃得飽一點 那我們吃不吃得很特別 這還有一個肉味啊 原來它的肉有點像午餐肉耶 這是香港沒有午餐肉 罐頭的嗎 對不起 最近我好像去香港的時候 蠻常吃那個 但我不像是罐頭肉啦 只是我的時候它味道很像 太厚了 別太厚又太硬了 一級厚的可以來 你會覺得 欸 自己的臉 你其實算薄 但我別的 我必須說他們家 唯一的亮點是 它這個醬 它吃起來有點像 炸醬麵那個炸醬 就微微的一點點小辣 然後底面的還有什麼 有豆干耶 你知道嗎 還蠻屌的耶 很少人是在醬料裡面 下那麼多功夫 很狂喔 醬油膏 這個真的是蠻特別的 我會給它一個 2.3 2分 這盤我們不是那麼喜歡 但是還是 人三人海 還蠻滿的 大部分是老人的特點 所以他們就是用這個 練牙齒之類的 嗯 他們怕他們那個 蓋子不夠 然後又要來練一練 或者說新裝的獎牙 他要來測試一下 可是他們其實 紅的不是蛋餅 我感覺到很多人來買 是專門來買他們的獅子頭的 我前面排那幾個人 就是說 我把一盒 我把兩盒拿 兩盒 所以加你單吃他的獅子頭 應該會不錯 千萬不要把它夾在他的蛋餅裡面 看看他有任何的餅像 都可以加獅子頭 獅子頭燒餅 獅子頭飯 很快 因為你單吃獅子頭的話 來我們來直接剖開來好了 它的味道真的不錯 嗯 嗯 很好吃 但這個敗筆就在頂級 以後來清小姐 三點四重 我們來了 姜家 先偏 先朝下 雖然我沒有看到這盒偏小孩的風景 我就問老闆說 你們這邊最熱銷 最暢銷的是什麼 這一道呢 叫做 河粉包 肉鬆 加熱狗 河粉耶 這是越南吃完 嗯 嗯 好乾 飯也死 肉鬆太多了 為什麼我點一份好像是兩份的質量 很心靈 其中平常的內餡 但是組合卻是蠻特別的 我覺得它的皮真的是 彈到 你不會覺得它很難咬 其實就是一咬就 咬 但是你會 肉鬆吃到後面有點乾 哇 非常大蒜 咬嗎 多大 但是大蒜 哦 要不要不要 我喜歡大蒜 3.9 3.5 好的 那我們呢 下一間來吃的是 Dip Food Box 巴克斯 因為我們現在是做頭髮 我剛剛去外面稍微行逛了一下 剛好遇到的 結果買回來 他們這邊的公眾人員說 這超好吃 這是全東區最好吃的蛋餅 我覺得這裡最好吃的蛋餅 這一份買的是經典蛋餅 它就是裡面有高麗菜 培根跟起司 然後另外一份呢 是燒燒豬 而且它的餅皮好像是那種 比較脆一點的對不對 嗯 很像薄薄 大蒜餅 哦 我可以了 嗯 它辣椒好香耶 它是有豆子在裡面的 它每一口芽是超級飽滿 它是皮皮皮皮耶 脆脆的 很像我自己搶那裡的 它看起來是厚的喔 可是它其實不會到很難咬 它裡面好多量 還有東粉耶 餅乾跟起司 它直接把它當韭菜 好好吃喔 滿分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喔 而且它不論是從各種角度 餅皮內餡 雖然它的口味沒有很特殊 但是它就是東北公司 很安全 嗯 很特殊耶 嗯 很特殊耶 今天的冠軍很明顯出的味道 我們恭喜 大可惜 大可惜 再說各位 你們大家有沒有在台北吃到什麼厲害的蛋餅 歡迎在地下留言 環島去吃 環島 飯餅之旅 東湖的話也可以飛過去 也會飛過去 綠島也可以 超好吃的 這家 好啦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來找做頭髮 過來找 Ruby 掰掰 呼吸 沙灯 摩託 也可以 我們應該要看